记者吴博伟台北报道,今年学测数学科近四年来最简单,数学科老师指出,学测数学科今年没有出现太偏风的题目,令许多学生头痛的排列组合提心也没出现,甚至比模拟考简单不少,对学生而言可以增加学习数学的信心,在校成绩中段的学生甚至可以考的跟前段学生一样好。 数学老师补评指出,今年数学科考题有两大特色,其一是几何图形题目很多,占了总题数的一半,另一个则是初题各策分配不均,例如指对数相关题目出现三题,但以往学生头痛的排列组合则一题未出,但也因此让整份考题的难度下降不少。 数学老师解创至分析,今年数学科最难的题目是选甜题的G大题,考的是向量,学生看到可能会卡住,但是若使用两角器做图,答案马上就出来了。 此外,选甜题的H大题,提醒与参考书,模拟考相同,有做过的学生看到题目应该会会会心一笑。 一例一休一题受到社会关注,也成为数学科考题。 数学科第五题询问同公司的两名员工选择同一天休假的几率为何? 数学老师一致认同,今年数学科是近四年来最简单。 数学老师许致超提到,这份考题中没有过去几年或是模拟考中常见的偏锋难题,对于学生而言是一件好事。 他提到,许多学生在模拟考或做考古题时,由于被难题大,即而失去学习数学的信心,这样的考题可以重新建立学生对数学科的兴趣。 由于题目偏异,数学老师认为,今年五标都会较去年高,定标十二级,先标十一级,均标八级,后标五级,低标三级。